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有關於我們大家敲碗 倫敦政經學院什麼時候要公佈 施呼嚨的名字 什麼時候要告訴我們說 那個2019年民國108年10月8號的 所謂LSE Stamina 蔡英文Thesis Dissertation 他的Degree PhD Degree 這個是誰發的 那麼什麼時候要發 我們原本以為是20天 但是我仔細看了條文 應該會到55天 不過沒有關係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沒有 55天也還沒反攻大陸 也還沒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所以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也沒有世界末日 來 倫敦政經學院的理事會應該由自由專員 應該根據以下指示 在裁決後的20個工作天發出該新回應 意思就是說 倫敦政經學院應該在資訊專員 根據以下指示通知他的裁決後的20天發出該新回應 那麼這好繞口 就是說 ICO通知倫敦政經學院說你要交出來的時候 倫敦政經學院必須收到ICO的通知後20天要做回應 但是ICO本身可以拖多久呢 這條是怎麼說的 那麼ICO在收到這個裁決的時候就是10月15號嘛 那我不知道宋達會不會再延一兩天 好啦我們就算10月15號 你10月15號收到之後你的35天之內 必須要把副本送給倫敦政經學院 那倫敦政經學院收到之後20天之內必須答覆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55天 而且55天通常講的是工作天 那這樣加一加可能會變成兩個月或兩個半月 現在數起來的話 兩個半月應該就是到元旦吧 所以慶祝中華民國元旦 民國114年 西元2025年元旦的時候 應該就是蔡同學完蛋的時候 好 那麼這個 反正那大家就會說 那他們如果元旦的時候 又沒有完蛋怎麼辦 那他就是混蛋 那混蛋怎麼辦呢 就叫他滾蛋 來 如果他不回應會怎麼樣 法條這麼說的 不履行本裁定 可能導致審裁法庭 根據2000年的自由秩序法第61條 以書面形式 認為違反規定 並可以按照藐視法庭罪處理 在英國藐視法庭是可以判刑事責任的 人家不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但是這裡只是可以 不是一定 因為通常行政法院的採處會比較緩和 但是沒有用 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廟 如果倫敦政經學院 再收到這樣子的一個裁定通知 仍然不回應 那如果 一審法院也佛心來著 也沒有用藐視法庭罪把他移送刑法 那我們就可以發所有的通知給這個英國的媒體啊 那就會是一個比較大的新聞啊 為什麼 因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抗命有關於英國行政法院的裁定 你覺得這不是個大新聞嗎 那如果今天英國這一端 跟蔡同學的犯罪一端 你想要把事情鬧大 就好像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英國倫敦 那我真是拍拍手等你 我好希望你到英國倫敦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是當蝙蝠俠 或當什麼蜘蛛人 我也要想辦法偷渡到英國倫敦 給你在Savre Hotel同一個地方 再給你開一次記者會 而且我要你來 而且你到了倫敦之後 我們還可以叫英國的 我們還可以跟當地報案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警方就會去傳喚 因為這個外國人已經到了英國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一樣啊 我們就比照 我們來看看英國的這個法院 跟英國的這個法官 是不是這個民進黨開的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開始 而且大家要知道 一旦根據自由資訊法 申請了這一份聲明的公開之後 蔡英文的所有資料都可以比照辦理 沒錯吧 但是如果你不公開的話 那你後續麻煩大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案子平行在進行 也是林環環教授 就是要求揭露蔡英文的口試委員是哪些人 結果呢 後大大倫敦政經學院竟然說是個人隱私 ICO也就這樣子糊弄過去 林環環教授就去申請了一份 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 博士畢業生胡志強前外交部長的口試委員 哪些人 還有口試的題目 還有口試的時間地點 結果呢 一個禮拜資訊全部給你 因為這是公開資訊 這不是胡志強個人的隱私 因為這不是你的身高體重婚姻狀況 還有你欠多少錢 這個是你在公共領域取得博士學位的 公共領域的整個審查的過程 所以立刻把資訊給你 林環環教授既不認識胡志強 胡志強也不認識林環環 林環環也沒有叫胡志強寫授權書 但是林環環向牛津大學問胡志強的 博士學位的口試是誰 哪一天立馬給你 所以林環環教授拿著這個證據 牛津大學可以 那為什麼倫敦政經學院不可以 胡志強可以 為什麼蔡英文不可以 蔡英文現在是一屆平民 你有什麼東西隱私可言 所以這個停到目前為止 也是不敢開啊 但是520之後我得到的消息是 這個案子會跟骨牌效應一樣 那些不敢開的停 不敢判的判決 會陸陸續續的撥雲見日 所以蔡英文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以及